昨天有个网友跟确姐说 她的楼上的邻居要开大party 她找物业 其实开大party找物业是比较好的 她本来她想自己上去 我说你神经衰弱吗 如果找物业管理 让物业管理去找楼上邻居去说是可以的 但是你自个儿不要出面 你自个儿出面 对方一看你是一个年轻的女的 你又不是大妈凶神恶煞似的 五大三粗的 粗门大嗓的 就是那种比粗比缺解的痒子 这个嗓子还要沙哑的 还要粗壮的 你们想想那个白人大妈 那个嗓子 你不要想说英语的 你想想说那个 就比较响亮的意大利语的 西班牙语的 葡萄牙语的 说这几种语言的 这种这个白人大妈 那嗓门是非常之粗的 不要说英语的 因为你的嗓子没有那么粗的 这种你说如果找这个 你如果你是这种老大妈 你去凶神恶啊 去教训那些小鼻仔子嘛 那对方可能还会被你震慑到 如果是个年轻的是吧 单身的 你一个人去的 你说如果对方的是一家人 或者是大小伙子 或者是老爷们 老大叔 甚至是老大妈 他不可能服气你的 你知道吧 这就是社会 弱肉强食 什么最好欺负呢 女童是最好欺负的 其次就是年轻女孩 年轻女性是最好欺负的 然后呢 他不会服气你 他反倒会记着你这个人了 他知道你是独居的 你是单身的 独居的女子 这个缺姐就一直认为啊 就是你既然住别人楼下 这脚步摔啊 什么的啊 噪音呢 就不 就是没办法避免的 你管不过来 人家不可能不走路 不可能为了你去铺地毯啊 去装修啊 是吧 既然你住人家楼下 你就不应该太在乎 就是楼上的噪音什么的 只要不是啊 就我说诚心的 跟你做对 还针对你是吧 就是因为什么呢 没有人生活里 他就那么小心翼翼的生活 谁还在家里还不放松呢 是吧 这个你说你如果你太在乎 这种噪音呢 那你就不要住这种房子 你不要住这种公寓楼 什么楼上有邻居 楼下有邻居 左右有邻居是吧 你住山上 你住这个 就是 或者你在海边建一个 独立的这种 house 我不敢说别墅啊 别墅那是另外一个等级的 你就在山上啊 你就一个人建一个小house bunkerhouse 那就不会有人 跟你发生噪音问题 是吧 如果你太在乎这个噪音呢 你就很容易跟你周围的 就生活的这些邻居们 发生争执 这是缺解的经验之逃 缺解不是叫你们怂 因为什么呢 你没办法太这个管理别人 你的注意力全被别人给牵制了 这是缺解的就认为呢 如果你总被别人牵制你的注意力 你的影响的情绪 影响的心情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被别人控制的 那么上个月缺解楼上啊 本来缺解是住这个house 左右前方左右都没有邻居啊 就是对面街啊 缺解这个家前面就是一条街 马路 然后马路对面就是一排房子 他们有邻居 那缺解周围是没邻居的 那缺解呢 那生活起来 那就不存不存在什么噪音问题 顶多是街对面 他们说话 那缺解能听得到 但是现在呢 缺解住回啊 这种城市里的公寓 那这楼上邻居 他就半夜拖动家具啊 还有狗 蹦蹦蹦的一听就是狗 狗在这个楼上跑来跑去 这个其他邻居呢 就跟这个物业管理的这个大叔啊 就开始投诉 缺解楼上的这个邻居 这个楼上邻居可能 不仅呢是干扰了缺解 还可能干扰了他这个周边的邻居 或者说什么楼上的邻居什么的 然后呢 他问缺解 故意被我用心 问缺解 哎你觉得现在 安静的意思哈 问缺解 哎你觉得这个安静吗 这里环境安静吗 我说我缺解就本能 就新来的是吧 那本能就说安静安静挺好的 然后呢 这个邻居问 真的吗 半夜你真的没有听到 这个什么 这个响应的动静吗 那缺解 哎呦想起来了 这个楼上邻居 居然在半夜拖动那个家具 狗乱跑 他那个拖动家具 不是一分钟两分钟 拖动在半个小时 砰砰砰弄 还把这个什么锤子什么的 不知道什么重的东西 砰砰摔在地板上 估计他那磁砰的摔碎了 缺解 砰击也被惊醒了 但是呢 过了这件这个时间呢 缺解想不起来 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因为缺解觉得呢 既然你楼上住着人是吧 你说你发出噪音 肯定是难免的 除非你别住人家楼下 是吧 你要不就住人家楼上 是吧 然后你左右都没邻居 你找个这样的房子去住 要不你就自己建一个 单独的Bungle House 海边上 山里边是吧 要不就农田里 深森林里 除非你有这样的能力 是吧 或者说你有这样的运气 但没有的时候呢 就只能说呢 你只能说去忽略这件事 你别把这件事想那么严重 除非是对方开大party 半夜两三点 还在轰他呢 开着那个Hik Hop 就是那种轰着那种低音泡 这种呢 你如果实在是惊动你 你实在想睡觉睡不着 你可以告诉物业管理 让物业管理出面来帮你说 你不要去说 就是你作为年轻女性 独居女性 你就是要注意 这个 缺姐呢 还说呢 就说你如果说你自己 就是哪怕你在原生家庭 没有独立房间呢 只要是你父母不是恶意的 故意的骚扰你 干上你 像缺姐这种 缺姐的死爹 经常就无缘无故的 在他房间里咆哮啊 陪伸刀海的 山呼海啸的咆哮啊 你知道咆哮什么吗 我要杀了你 谁谁 点着缺姐的名啊 叫喊着缺姐的名字 谁谁 我要杀了你 我给你成命去 我要这个 跟你断绝妇女关系 你给我滚 你吃我的饭 就是不要脸 你给我死去 天天就喊着了 这不是缺姐的爹这种啊 这种极端的 只要是你的父母 是正常作息的 你自己有生活恶习 他是要你自己 来适应你父母的 因为你父母是正确的 他们的生活作息啊 生活习惯 当然是规律的 是正常的 而你是不正常 当然是你要改啊 不是让你父母去改啊 其实就你啊 对吧 你不要给你父母制造什么垃圾啊 不要给你父母制造 你 你自己带来的这个家务 不是说你要伺候你父母 你可以不管 又说不要听那个父母对你们POA的那套话 什么闺女大了 得做家务 哪个女孩不做家务被婆子嫌弃 那这种话 男子女卑的把女人当成奴婢 家务奴来释放的这种言辞 你们要言辞拒绝掉 但是 这不意味着你们可以给你们的父母制造多余的垃圾和家务 懂了吗 这就是人的界限感 边界感 你使唤我 你奴录我 我可以拒绝掉 义不容辞的 毫不犹豫的 不用任何理由的拒绝掉 因为这就是我在这个家生存的 必须的 你不要给我这个带来就是给我分配工作量是吧 我做不得家务是我的事 你也不能带着性别的启示来这样说掉我 来调教我 来归信我 来奴役我 来压迫我 但是 你们自己 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 这是人的边界感 如果说呢 你们呢 就是什么呢 对自己没要求 总是给别人带来麻烦 然后呢 别人呢 就是骚扰你们 不是骚扰你们 就妨碍到你们了 无意识的 不是针对性的 就是这种无意识的妨碍到你们了 知道遭音了 干扰你们了 马上你就这个 一点渣都不吃 这个俗话 就一点渣都不吃 没有一点的这个包容性的话 你总想去改变别人 你总想去纠正别人 纠正别人的错 那你会很累的 什么呢 别人是反错 是干扰你的 这肯定是别人不对 这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呢 这种噪音是没办法避免的 谁都生活 都想让自己开心 是吧 让自己家里放松 对吧 谁会那么注意呢 而且那个时间 现在也不可能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成年累月的 不间断的给你轰一个什么低音泡 给你轰一个阵楼神器 是吧 不是这种 就马上就几分钟 或者说一两个小时 或者半个小时 也就消失了 就过去了 你是哪有在费自己的精力 你去跟人家去闹去 你这不浪费自己的心情吗 是吧 浪费自己时间吗 然后你就 你就因此 哎呦 你就琢磨 你就反复地想 过不去 哦 睡不着了 这回小光 光太好睡了 吵我睡觉了 那可不 你总是被这种人干扰 你就没办法让自己啊 省点力气 这是什么呢 你有那个阔 来纠正别人 犯的那点错的这个经历 你不容忍在你自己身上 这就全体给你们的人生建议 就生活中的啊 生活中的呢 就是什么呢 别烦你啊 就烦那么一阵 就这种小事 他不是针对你的 他没有看到你 是吧 他都不知道你这个人的存在 就这种小噪音 烦完了过去了 就过去了 所以你总想着纠正别人 你还想着 一定要起到作用 起到效果 马上就让人家改正 然后人家就是看你是年轻的独居女人 就是不改 人家不服你 不怕你 你说你累不累 啊 这个缺血清长啊 现在啊 早晨啊 也被什么人啊 这个车停在 缺血窗口外边了 缺血 就是这个窗子是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向着这个 就 一能号 怎么讲 就是那一块 那个天井 这个窗户不是开向天井 如果说你的窗户 都是开向天井的 那你的采光会非常之差 如果你想要很好的采光 那你就是要冲 临街的房子 是吧 临街的窗户 那你临街的话 那你肯定 毕业街边上吹牛 毕业全听了 是一清二楚 一句话都不落下的 都听下了 你说如果说 我什么都在意 那我就不用活了 是吧 我这一天天天 就听着这些 街边的噪音了 而且呢 这个路边的停车位呢 肯定就也不会 去跟他们抢 咦 什么缺血 新来的是吧 人家老住户 人家多少年 都停放在这 就因为你多了你 然后你抢个三 你加个三 停进去了 然后那个 肯定就有一户 经常停在这的 这个车啊 他停不进去 那你说他恨不恨你 他找不着你的麻烦 而且呢 你住的不是高楼大厦 你就住 就这么一个 小矮的楼房 是吧 就这么几户邻居 那一看这车 是吧 你如果车牌 你再 还是挂着地 就是那个车牌 那个国家的名字啊 挂着地 不是一 不是一 那人就知道 你明明是谁了 是吧 是你把周围的人呢 都得罪了 那你在这住下去的 氛围就不好 对不对 如果呢 你在听得懂 人家就在你窗底下 说你啊 那你可不可以 全听进去了 你听得不难受 你还不敢说 这个 当天干人吵 干人吵干人骂 是吧 干人吵干人骂 你在这住下去的 氛围就更长 我就说什么呢 你作为新来的 不管你在哪个国家也好 在哪个环境也好 就是你适当的 要低调一点 你又是新来的 又是外国人 你又是一眼可以辨别 出来的其他的种族 人家呢 至少呢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 都是白人 同一个种族的 就你 是一眼 你不说话 你都知道 你是其他的种族的 你说 你说你这个人 要抱团排挤你 你说你多难受 这个成年人的世界 就是这样 只看利弊 是吧 你只看这个强弱对比 没有那么多正义 你说你纠正别人 别人知道脏 你纠正别人去 批评别人 去怎么怎么着 对不对 你是对的 但是对你来说呢 你就会很累 一是很累 第二是没效果 第三个还可能有反效果 就是因为你 如果是长得 是满脚落伞糊涂 打三租 然后你要管着这个房子的 所有的这种住户 是吧 你要守住 有一定的权利 那你说你管人家 你说话就 人家就怕你 但是你 啥权利都没有 体力也不占优势 你也震慑不了人家 吵架呢 人家不怕你 吵羞了 人家敢揍你 你打不过人家 这就是只看利弊 只看强的对比呀 这世界就这样 要不你就 好汉就得吃眼浆灰嘛 你就把小事 闹特别大嘛 比如说 缺姐这个网友就是 缺姐说过他 一些生活恶习 他就是不愿意 跟他父母呢 这个 纠正他自己的生活恶习 他是对他父母有意见 那缺姐就不说了 缺姐怎么产生的这些矛盾 意见 他父母呢 就纠准他的生活恶习啊 对他的生活恶习不满 本身这件事是对的 但是呢 他是带着前因后果的 各种各样的成年积愿 他父母说什么他都不听 然后呢 这父母就不能容他呀 就得把他赶走啊 他自己呢又没有 很早的很小的 就在做自己的人生规划 他没有规划 你知道吧 他就是每天都带着 这种不良的情绪 他怎么样的 去排解自己的不良情绪 他也无心想到说 我要在学业上啊 或者在什么事上啊 我要钻研一下 钻研一下这个生存的这个 这个策略 他没想过 那你说怎么样 那你说你又没有 生存能力的时候 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时候 不能靠自己的时候 你只能靠一些垃圾人来生存 垃圾人只能是来消耗你 他不会帮你 你知道吧 谁都是 你就是落入那个 食人鱼 这个鱼塘里的 那条大肥鱼 每个人都是来啃你一口的 这就是 这个世界 人类世界的残酷 当你又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生存能力 比如说我长了一身的 我是鳄鱼 我不怕食人鱼 我鳄鱼的铠甲 我很好 而我又长出利尺来了 我能咬你们 食人鱼也不敢来惹你 对吧 你本身就是一条大鳄 但你又不是 你是一条大肥鱼 大草鱼 草鱼吃草 不吃肉 那你可不就是被吃的 这就是人类世界的残酷 确实一直是在跟大家讲 人类世界 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怎么回事 这个世界真实的运行的规律是怎么回事 不要听那些书本上教你的 叫善恶总有道 善恶总有报应 恶的总要被惩罚 善的总要被奖励 没有的善的 基本上都是没有自我保护能力 也没有攻击能力 也不能吃人反吃 那你就是被吃的 这就是善良 善良主要是没有自我保护能力 知道吧 而恶呢 就是要欺负别人 就要侵略别人 就要吃别人 就要占别人便宜 这就是恶 他就要给别人 踹进泥坑里下 踹进粪坑里下 让别人爬上来 把别人吃掉 这就是恶 可是恶呢 他能生存 而且他不会得到惩罚 他不用付出任何成本 基本上 除非是 他违法犯罪了 而违法犯罪 法律谁写的 是男人写的 男人写的法律 没有一样 是站在女人这边 所有的法律 都是怎么样维护男人 怎么不用代价 不用成本的 或者低成本 低代价的吃女人 欺负女人 这就是男权社会 如果你把这个 所有国家的法律 摸透了 都是这样 没有一个例外 不要说美国是什么 灯塔国 全世界最牛逼 最强的国家 最文明的国家 那真是他妈 这个白左 不是白左 黄左 给你们洗脑的话术 你不要信 美国不公平的法律 这个判案 多的是啊 确实看得多了 这就是世界的真相啊 这就是人类世界啊 醒醒吧 小姑娘们 醒醒吧 老大妈告诉你们 这些世界残酷的真相啊 整个人类社会 都是不公平的 这个世界不公平 已经运行了 好几千年了 而且一点惩罚代价都没有 善恶没有因果的啊 没有因果的 佛教教你们的 也不要信 基督教也不要信什么 我要 重谣没卖啊 我要学个基督教 学姐那个澳大利亚女朋友 竟然还要这个 差点入了基督教 就跟你说农村人 竟然还要信娘教 我说告诉你啊 我确实告诉他 我说你不管什么教 都是骗人的 都是给你洗脑子 让你更好地被吃的 他后来就想想 也是啊 这他的心理疾病啊 抑郁症啊 通过基督教啊 也治不好 他发现了 他尝试过 他发现治不了 他的心理疾病 然后他还是找缺解 只有缺解 才会告诉你真话呢 只有缺解 才知道这世界真相呢 才不会跟你灌输 中两年大妈 经常灌的那些鸡汤啊 缺解都是自己总结出来的 都自己看到的世界真相 告诉你真相 这就是缺解啊 缺解是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啊 也已经到了 走过一定的人生的路的 而且呢 又不会被男权 父权啊 如叫的屎文化 粪钢文化给洗脑的 这才缺解才会跟你说真话 别人都不会跟你说真话 或者说带着水分的真话 一定程度的真话 啊 70%的水分 带着30%的真相 啊 然后呢 包装一下 喂给你们吃屎 缺解不会 缺解直接把屎端到你面前 让你们鉴别什么是屎 这就缺解跟别人的区别 谢谢大家